在大家都忙着找罗宾时 他跟CP9的特工们正在暗处会面 这些藏身黑暗中的人告诉罗宾 他们的目的是从汤姆唯一幸存的学生冰山手中 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 今晚你再去找冰山一次 不管成不成功都要销毁所有的证据 证据当然包括人证和物证 与此同时海风越来越强劲 水之都的市民们纷纷逃往船坞避难 卡雷拉公司的船工们便不接头向尾 到处搜捕草帽一伙 流水在旅馆的索隆和维修梅丽号的乌索谱 都差点被发现 乔巴和山智因为昨天没去造船厂 所以样貌没有暴露 他们借机在空荡的街上到处寻找罗宾 乔巴忽然闻见了罗宾的气味 他急忙追了上去 果然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见到了他 罗宾的脸上看不出情绪 他阻止了山智和乔巴靠近 格外平静地说道 我不会再回你们那里去了 就再次告别吧 山智以为罗宾是被人诬陷了罪名 怕连累他们 罗宾却亲口承认了刺杀冰山的罪行 唯有你们不知道的黑暗 这份黑暗迟早会毁掉你们 罗宾警告说 事态还会进一步恶化 草帽一伙背负的不白之冤也会加重 他们最好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虽然相处时间很短 但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 别了 罗宾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的背影在走廊穿插的光影之间交替 就仿佛他那令人琢磨不透的心思 山智和乔巴拼命地追 可始终还是挽留不了无力 山智让乔巴先回去 将情况如实告诉其他人 他则要单独行动一会儿 水之都的街上 索隆领着一帮船工 找到了陆飞 他们虽然被冤枉了 但也不能对普通人下狠手 只好依偎逃窜 陆飞躲在桥洞里 船工们跑远后 乔巴又寻着气味找了过来 另一边 虽然风浪越来越大 乌索普却依旧坚持修船 他不惜饿着肚子 把钱全拿去买了修船材料 连店老板都被他的精神给感动了 还送给他饭团子吃 酒馆里 弗兰奇吃饱喝足后 想起陆飞给他找的麻烦 牛皮就又冲起来了 其他时刻都不知道 他忽然哪根筋不对劲 弗兰奇摔门而出 又去找陆飞打架 陆飞这边 已经听了乔巴的讲述 这无疑是在他的心头又添了一刀 隐藏的副船长索隆 此时站出来稳住人心 他的刀法毫不拖泥带水 处理这些纠葛的关系 也是快刀斩乱马 既然 我们让曾是敌人的罗宾上船 就要跟他做个了断 索隆分析罗宾留下的话 推测他今晚 还会刺杀冰山 纳美接着分析 认为出现在罗宾身边的戴面具的人 才是罗宾改变的原因 陆飞听完众人的话 敲定了草帽团接下来的行动 那就是抓住罗宾 让他把事情全部说出来 另一边 弗兰奇在街上溜达到了傍晚 也没找到陆飞 他的小弟们赶来告诉他 说发现长鼻子 在独自维修草帽一伙的船 弗兰奇便打算抓住乌索普 来引出其他人 将他们一网打击 整个水之都 都笼罩在水之诸神将至 和草帽一伙 即将再次袭击冰山的紧张氛围中 船工们将卡雷拉公司 舍得水泄不通 工头亲自镇守冰山先生的卧室门外 冰山忽然叫包力 进卧室单独密探 连卡利法都不能旁听 他便独自去了秘书室 工头们猜测 冰山先生害怕今晚出事 在交代遗言 纷纷发誓 要让草帽一伙有来无回 路飞四人正在卡雷拉公司 大楼外的树上踩点 有了白天的教训 路飞也耐着性子没有乱闯 今晚是他们抓住罗宾 弄清一切的唯一机会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恐怕他们再也不可能见到罗宾 另一边 包力和冰山密探完后 立即独自前往社长室 按照冰山的吩咐 找到隐藏的保险箱开始解锁 与此同时 在卡雷拉公司楼外等候的 罗宾和面具人 接到了内应打雷的电话虫 以CP9之名 行动开始 大楼外随即发生了爆炸 船工们伤亡惨重 他们意识到 炸弹分明是早就设置好了的 趁着人群骚乱时 罗宾和面具人开始潜入 无奈 船工人数太多 还是有一群人堵住他们 罗宾二人被堵在了墙角 船工们一阵骑射 却发现 他们只打烂了斗篷 贼人竟然消失不见了 同时 另一名女性声音的面具人 手持铁丝鞭 袭击了大楼外的船工 女面具人竟然在空中踏不随远 船工们人数虽多 却都沦为了他铁边下的亡魂 鲁飞目睹了袭击 也不跟同伴们商议 擅自展开了行动 另一边 包里刚从保险箱里 取出了一张图纸 两个分别带着牛头和骷髅头的面具人 就躲在门口 走廊里的众多船工 竟然在悄无声息之间 就被这二人全部干掉了 留在卧室里的冰山 忽然看到墙上开了一扇门 面具人自称是门门果实能力者 可以在任何物体表面上开门 面具人见面 就朝着冰山的肩膀来了一枪 先打残在身份 使CP9一贯的行事作风 丁山立即意识到自己中计了 CP9昨晚让罗宾前来刺杀 故意留了他一条命 好将脏水拖在草帽一伙头上 CP9真正的目标 不是冰山的性命 而是造船工匠们历代守护的东西 一艘船的设计图纸 CP9在暗中运筹帷幄 已经掌握了全局 他们料顶冰山 会在预赶将死前 将图纸托付给最新来的包里 CP9的人已经奋斗行动 只要确认图纸到手 他们就会杀死冰山和包里灭口 然后将黑锅送给草帽一伙 面具人将留下最后的脏活 留给罗宾来做 另一边 纳美三人四处找不到陆飞 认为以他的性格 肯定是直接从正门硬创 这样一来 正门的守卫必然空虚 他们就能趁虚而入 纳美一顿分析猛如虎 翻墙进去一瞧 正门被船工堵得水泄不通 其实他的分析是对的 无奈陆飞在硬创前 用力太猛 飞到了下城去 身体卡在了墙缝里出不来 卡雷拉公司三楼这边 面具人悄无声息 干掉了社长卧室外的所有守卫 连卡库和陆奇都没能幸免云难 戴鲁斯通见状勃然大怒 提着铁锤冲上去 要将其吹升肉降 不想 面具人的拳头竟然比钢铁还硬 打碎铁锤和打倒戴鲁斯通 都只用了一拳 另一边 船工们气势汹汹的 杀向索隆三人 索隆也顾不上找自家的坑爹船长 回头用刀背砍翻了所有追兵 直接从正门硬闯进去 社长卧室里 冰山和罗宾持枪展开了对峙 冰山说 他一直都想见罗宾一面 所以特意在房间里 张贴他的全场面 他知道 罗宾能够解读历史证文 而且一直在为之行动 他认为罗宾此举是恶魔的行径 因为历史证文记录着土代兵器 这是一股能够毁灭世界的力量 任何有可能解开他的人都必须死 罗宾有些动怒 不明白冰山瞎操的能人自信 他们素不相识 他要怎么研究历史 管他什么事 我并非置身事外 因为我手里有古代兵器 冰王的射击图 冰山语出惊人道 冰王是远古时期 在浙佐岛上制造的一艘战舰 引起力量太过恐怖 船将们便世代保留着射击图 以备有朝一日能够来对抗冰王 这可能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思路吧 基于这种理念 冰山的师傅汤姆 从报纸上得知 奥哈拉有一群 企图复活古代兵器的恶魔 政府虽然荡品了该岛 却有一名叫做罗宾的少女 逃亡在外 汤姆担心罗宾 有朝一日会复活毁灭世界的力量 便托付冰山 保护冰王设计图 可惜此事被政府知道了 政府官员屡次谈判不成 所以派出了CP9 企图抢夺 冰山说完就要开枪 却被罗宾给制服了 与此同时 牛头人和骷髅人搭到了包里 却发现他从保险箱里 取出的设计图是假的 牛头人和骷髅人气急败坏之下 打算杀了包里灭口 危机时刻 陆飞从墙缝里弹了出来 好巧不巧卡在了社长室的墙里 CP9一瞧乐乐 这年头 还有人主动跑来背黑锅的 骷髅头一急蓝腿 直接将墙给劈开了 陆飞慌忙躲闪 牛头人趁机 从背后将其踹翻 又用铁圈将陆飞钉在了地上